大家好,今天推荐分享24小时门卫的社区 Southsand Highland Golf Club 这个房子在私家球场Southsand Highland Golf Club里边 24小时门卫的,我从那个门卫进来 还有一个铁门 所以你进入这个房子是需要过两个铁门的 第一个铁门是有保安的,你要修你的ID的 看看小区里边的环境,两边的树 Southsand Highland这边是96年97年开始建的 很多房子都是2000年左右的 这个房子很好,2013年建的 看看这个环境,喜欢吗 这里住的是非富即贵啊 很多名人,尤其是Football Player 因为我们这有一个Readers球队嘛 老板也住在这里边 还有很有名的拳王 Mayweather Mayweather 那个拳王啊,他也住在这个小区里面 这个房子厉害在哪呢 它有一个全套的子母房 子母房还带车库 你看地税多便宜 一年才8300,房子是1988,800的 HOA每个月429 如果觉得高,那没办法了 你这小区不是普通的铁门小区 是有两个铁门 还有24小时保卫的 里边的房子,我看市场上 我查了一下 便宜的也是 好像也170万 贵的那套999万 还有一千多万的 或者更贵的 但是那些没在市场上 你想想 球队的老板 几十亿身家的 都住在这 而且我跟你讲啊 跟这个房子还是走路的距离呢 不一样的 有会所的 会所里边你说 各种各样的游泳池 那么这个球场 那个球场 多了去了啊 配套设施都有的 这边是两车库 车库旁边还开个门 可以出去到外边 然后另外一个车库呢 是跟那个子房连接的 子房独立出入的 所以这个子母房设计的 现在子母房设计的 都没有他做的全面 你看这个车库是连接子房的 所以谁住在子房里 他自己有个独立的车库 他还有一个小门 直接出去外边 房子外边抽烟 他住人的房间 还能走出去 前院的天井 可独立的 里边是客餐厨 洗衣房 一应俱全都有 一三年的房子 有这样的设计 想的真周全 从这个门进去 设计呢 就是个天井 华人喜欢这种设计 你看这天多懒 这是不是聚财的意思 我得研究一下 前面有一个壁炉 这个门呢 就是那个子房的卧房出来 可以到这里 抽个烟什么的 或者喝个茶 这块这个小门 也是从子房通过来的 子房的走廊通过来 这是进入房间的正门 一进正门呢 非常的通透 你直接就通过这个 拉门就看到后院 很漂亮的游泳池啊 所以这个感觉特别好 但是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 华人他会觉得这个风水 从前门直接看到后院 是不是又不聚财了 I don't know 可能你们要自己分析 研究一下 Who cares 要是我 我就是喜欢漂亮 一眼就能看见漂亮 我还更好 我觉得我更 感觉更好一点 而且这个有一个亮点 它是两个大吧台的 所以看得来 Party home吧 住在这房子里 经常搞一些聚会 两个吧台 这是主餐居 有抽油烟机的 现在的房主 他也不准租着 这是人家的Vacation home 房子是四房 三点五位 其中一个客房是全套子房 带游泳池的 地大是 11761尺 0.27个英亩 地税一年才 8302块 千分之五都不到 买二手房就有 这一点的好处 税底 一进门 左手边 有一个大书房 对 它这个地面 是石头的 不是那种tile 这种要高紧很多的 右手边 房间都在右手边 一个主卧 两个客卧 还有子房 房间内通的子房 也在这边过去 好 这边有个半位 主卧在这边 主卧可以直接通 后院的 而且有两个 衣帽间 男主女主分开的 它那个灯啊 一帽间的灯 都是自动的 一进去 它就亮 主卧 这种设计多好 分开的洗手盆 中间一个盆域 这边有个霸 黎玉 这边有个霸 女主衣帽间 这是科沃一和科沃二中间隔了一个Jack Jill的卫生间 两个房间直接可以通这个卫生间的 都有自己的衣帽间 西方 西方有洗手盆的 还有不少柜子 很大 然后从这个门过去 这个门后面全部都是这个子母房的子房 里面有客房有洗衣房有客餐厨 有个权位 还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车库 住在子房的人真的是完全独立了 不用跟住在主套这边的人有联系都行 自己有车库 自己有旁边的门可以进出子房 你看这个子房的卧室吧 还可以出去去天井那里 做一桌抽个烟这样子 有个小洗衣房 自己洗衣服就行了 不用用那个主套里面的洗衣机 这是脂肪的客餐厨 老亮堂了全是搓 简单的做点东西吃 这里的门呢就是独立出入 可以通在外边 就是这个房子的旁院楼 从前院这里直接进来自房 这里 直接通车库的 而且还有窗很亮的 你或者自己做子房 你不放这个offic 健身房 whatever 呼愿 也是带壁炉的 凉旁是很长的 都铺的砖 做得好好的 很大的游泳池 它没有死吧 这里热 夏天进泳池游泳就行了 不需要死吧 这个房子的后院 后墙外边 是另外一个 这大色区 这个高尔夫球场 是大色区 你一进了这个24小时 这个门位大门 里边还有 好些个小色区 都有自己的铁门的 你看后面这两个房子多大 这样的房子就是 估计是三万尺的吧 这里有个 几套房 某职业球队的老板 住在那里 就别说是谁了 可以一搜就知道了 这里还住着拳王 梅维瑟 哪一套不知道 还有住了很多 你去Costco 从这里也就是十分钟吧 你看后院的房子多的 它是另外一个铁门进去了 前面 能看到有山的 山上我看也有地 这里 这个社区里边 我看还有 可能有地也在卖吧 估计那地 那地也是200多万七 我怎么出现了 房子都介绍完了 小区里边拍一拍 具体有多少个 不一样的小区 我还真没查 但是我转了转 我都看到好几个铁门小区了 这是等于在 沙森海浪那边的 山坡上建的 所以这个房子是有高有低的 就是很有层次感 里边的树 你想想二十多年 绿花非常美 看到路灯都很漂亮的 这边是 这边是去往高福俱乐部的 clubhouse的 排过来 这边房子也特别大 这个球场是private 四家的 所以你要打这里呢 你要有会员带你一起打才行 不对外开放的 威格斯这么多球场 我只有两个没打过 这是其中一个 哪天得找一个connection打一下 多少钱不知道 肯定比外边贵了 俱乐部外边的样子 我们也没进去看 我同事说 要不咱俩进去看一看 我说咱也算了吧 就看一个白人女士 挺大年龄 趴下停个宾利在那 然后很从容的就走进去了 肥腹鸡贵呀 要有钱才行 喜欢吗 喜欢请跟我联系 702-635-0787 大家有兴趣 可以随便上网 搜一下这个社区